嘿 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360集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介紹 Swash 在開始之前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 加密貨幣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Alright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Swash 是做什麼呢 它基本上要做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Data 數據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在我們生活中 數據變成一個無所遁形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哪裡都需要用到數據 舉個例子好 今天你可能在Instagram 或是在其他社交平台上面滑到一個東西 可能暫停了多五秒鐘 比你平均看文章多暫停了一下 這就成一個數據 然後可能你今天滑到另外一個社交媒體的時候 就會有廣告出來 這廣告可能就是剛剛你在暫停的那個廣告 或是你看到的一件衣服 或是你看到的一個玩具 電腦什麼都有可能 這些就是數據 所以基本上大家用各種各類的數據 去把它把人類的一些行為變成數據化 然後拿來使用 這只是其中一種數據 另外一種數據是這種鏈上的數據 然後這數據其實更其為重要 尤其是在去中興化金融裡面 DeFi裡面的數據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Data 而且當你有足夠的數據化 就可以做出很好的一些交易對策 舉個例子好 Nanson AI就有很多很多的數據 他基本上把這整個市場上面 鏈上能爬到的資訊做了整理 他在這邊有這個NFT的數據 就跟你講說過去24小時 哪些的NFT是最火的 然後交易量多少 市值多少 這個交易金額 平均金額多少 然後有誰在買 有哪些大金魚在買 然後哪些金魚呢 這個獲利多少 比如說很有名的NFT購買者叫Prenzy 他總共花過了約7000顆以太幣在買NFT 然後獲利現在約11000顆以太幣 總共買16491個NFT 這就是數據 你沒有這個數據的話 你沒有辦法知道 那這些數據其實都是公開的 大家都找到 就看你怎麼整理 所以很多人會說 區塊鏈什麼東西都這麼透明化 那是不是都在那裡 不對喔 你要有辦法把這些數據整理起來才能在家利用 那這種數據呢 還可以用到哪一種地方 舉個例子 好 今天有幾個大戶去買了一個B 買了A這個B 好 像最近這個零差B1就出了這個Photo 然後裡面就有各種各種的大戶 或是各種各種小戶賞戶 各樣各色都有 他們可能早買到晚買到 看它不同量 但是如果你只單看Etherscan的話 你可能只會看到就是說 這個人買了100萬顆幣 這個人買了10萬顆幣 看起來好像就只是持平 但是呢 你如果透過數據分析 能看到說 這個人呢 通常賺個三倍四倍就會拋賣 所以可能這對他來講也是這樣子 這在NFT市場裡面最常見 就是很多NFT的人去搶一個NFT 大家又觀摩一下 這個NFT現在有沒有樂度 要不要三倍四倍賣 因為通常NFT比如說是免費就可以mint到的 或是要花0.08克以太幣去買 那他可能會說我賺個5倍就好 我賺個6倍就好 所以透過數據分析就可以了解說 這個人呢 會大概想要多少錢出掉 舉個例子 那個Daren呢 一個很有名的這個CryptoKOL 他也有發一篇這個Google Sheet 他上面就有寫說 Dumb Potential High Medium Low 那其實現在有大概三四種類似這樣子的這種方式去看 就是每一個地址的這個地方 像是光這個DexGuru呢 也會說這個用戶他是一個金魚 還是是一個烏龜 還是小蝦米這樣子 然後呢 他們很多地方是來看 就是說這個地址過去20天的交易量 或過去7天的交易量 然後他們平常買的單是怎麼樣 有沒有不正常的地方 所以鏈上呢其實 他是太多太多的數據了 那你怎麼樣去把這些數據呢 變現喔 所以呢 Nensen呢 就是把這些數據呢 讓你具現化 然後幫你做分類分隔 那就變成一個有價值的東西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Swash呢 一樣也是做這件事情 他不只呢 是去分析你鏈上的資料以外呢 他還去分析了就是 Defi以外的事情 鏈下以外的事情 就比如說 像我們剛才講的 你可能看到一個包 或看到一個玩具 或看到一個家具 你特別想要 在另外一個社交平台上 也會看到同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找在傳統的市場裡面 就已經有了 但是呢他可能變現的方式呢 不是每一個使用者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 那Swash呢想要變成是說 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 鏈上的資訊也可以變現 你鏈下的 用網路的使用方式的 行為模式的數據呢 也可以變現 那這就是Swash 他們已經有一個 自己的這個 Google的這個插件 然後呢 同時呢他們也支援 就是 這個 Firefox 然後Microsoft Edge 和 Brave 然後左邊就有這個Dashboard 所以你現在Data已經賺了多少錢 然後你有一個Referral的這個Program 然後你就要插這個Plugin 那基本上就很簡單 就是Install, Browse, Earn, Expand 就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 差不多就能使用 然後近期呢 他們在這個 Coinless上面做ID 然後這個團隊其實從19年開始 就在做這個預覽器的插件了 那當然呢 在19年的時候 整個DeFi還沒有非常的普及 就是這種 這種Yield Farming 這種像在NFT上面這些交易數據 根本還沒有有 那時候連Nanson也 Nanson AI才剛開始做 所以 很少人會有辦法 覺得鏈上的資訊有價值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19年 就是在19年 2020年的時候 那時候 整個這個 鏈上交易 根本還沒起來 所以根本沒有什麼 有用的資料 可以說這些交易量是怎麼樣 大部分的大軍營 都留在中心化的交易所上 那這些都是中心化的數據庫 根本沒有辦法把資料去做分析 那現在呢 大家都在用Uniswap Trader Joe SushiSwap QuickSwap 所有這些線上的交易量 已經來到百億到千億美金的市場 所以你最需要呢 更需要呢 去分析這些數據 來了解說 什麼樣的資料 是重要的 Anyway 所以這部分就Swash在做 它另外一部分做的地方呢 就是 鏈下的資料 就是比如說 我們剛剛講的 你平常 用電腦的這些行為 這些行為魔術 把它 變成數據 然後它有一個代幣 叫這個Data Token 好 然後它會在Coinless上面做IDO 然後呢 他們最近呢 這個IDO的時間呢 有這白名單 三六天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做申請 然後他們投資者和他們的Partner 現在有像Chainlink Streamer Coin Outlier Venture 還有這個像Fracto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 然後我們也有設它的這個中文社區 然後呢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去問他們 然後呢 這是一件事啊 加密右幣投資非常高風險 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不要因為一個idea或怎麼樣 就無腦衝進去 但是呢 同樣的要做自己的研究 Do your own research about the project 好 然後另外一點呢 我覺得可以看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這個Data的這個ownership的地方 其實我們知道就是說 每天我們在使用的數據呢 都是被拿來去使用 但是我們難知道說 這些數據的價值在哪裡 這就有點像是我們以前在币安上面 我們把幣傳到币安裡面 或是傳到其他交易所裡面 然後呢 幣就在那兒 然後沒辦法賺錢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了 這個幣呢 我們可以傳到去中性化的交易所裡面 來賺交易手續費 來成為這個流動性提供者 來賺年化 這也是為什麼呢 整個DeFi的樂高模組呢 變成是說 不是你只是金融體系的一員 而是呢 你可以成為掌控 或是呢 成為提供這個金融體系的一員 有點像是呢 我們今天在用這種傳統金融 誒我傳銀行給銀行 賺個活期賺個年化 但是銀行可能把我這個錢拿來賺更多錢 然後我是完全沒有收益 DeFi呢 把這些分解成不同的模塊 誒 你今天想要提供流動性給AV 作為這個借貸平台 那你就可以賺很高的年化率 然後他抽一點點 誒你今天想要在去中性化交易所裡面 提供流動性 你今天呢 想要來支持穩定幣的發展 像MIM 或是LUSD 或是DAI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存在裡面 這些地方都可以讓你做模組化 來選擇 要怎麼賺這個年化率 來賺哪一種代幣 這也是為什麼 DeFi最吸引人的地方 同樣呢 把數據變現這件事情呢 在DeFi或NFT之前呢 基本非常困難 都只能以中性化形式去 但是現在呢 鏈上的資料越來越有價值 成為說 誒我被動做什麼事情呢 都變得可以做一些收益了 這個其實在DeFi裡面已經是 滾瓜爛手了 大家都完全知道 就是說 誒我提供流動性就可以嘛 對 但是為什麼要提供流動性 你的流動性在這裡面 佔什麼樣的角色 就非常重要 就像是你今天提供流動性給curve 很多人說誒 那個對手盤是誰 很多每次我教 就是在講解給周邊朋友講curve 一直問我對手盤 對手盤 就他們不懂 就是流動性的這意思嘛 對 所以說 這種概念在很多 從傳統金融或傳統產業進來crypto的時候 才了解說 OK 某方面就有點像普惠金融概念 就是說 所有每一個DeFi的樂高的partner 你都可以get involved and become part of it 那下一步驟就有點像我們上週 叫opshot一樣 就是說誒我透過 人去分析哪一個NFT有價值 那我做的這個動作就有點像play to earn 因為這個動作呢 是電腦下 或者我寫一個程式沒有辦法做到 我必須寫一個程式 讓人去用 因為呢 一個NFT 一個猴 或是一個punk有沒有價值 是取決於人對他的看法 有一個金猴可能他的稀有度沒有最好 但是他是金猴 所以這個就特別有價值 所以很多東西呢 必須用鏈上的數據呢 還有鏈下的數據 那所謂鏈下的數據 就是像chain link在做的事情 就是鏈外的資料 要怎麼去把它變回鏈上的數據 要怎麼讓以太坊上面的資料能得到 要怎麼能讓像是比如說NFT借貸 有更好的數據來做 那Swash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很多這些事情以外 當然不是每一個他要做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呢 你平常在用網路的時候呢 你的這些行為 要怎麼把它變成數據化 so Token又有辦法做到這些事情 好 今天我們要介紹Swash的地方就到這了 記得一件事 加密物幣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記得It's not financial advice 好 然後呢我們會有一個抽獎的活動 在推特上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推特下面留言說 我覺得我的數據好像蠻有價值的 我成天泡在網路上面 這數據到底值多少錢 或是呢 我覺得這個 這種 Data mining好像是一個蠻新奇的事情 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或是呢 我覺得我的數據都是隱私 你不要把我的數據拿去變現 或是搞不好數據已經在變賣 只是你從來沒湊到那一層 對所以呢 好那我們今天就這樣 我們明天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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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看